控堂吃水果可以吃石榴吗 你看过我这个视频你就明白了 石榴水分非常的丰富 可以身筋润脏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E 补充需要的一些维生素来缓解你焦虑的情绪 另外可以减轻你的疲劳 由于石榴当中 由于红石榴 还有多分类花青素 能够让皮肤补充水分 保持肌肤的水润光泽 另外抗氧化也能促进血液循环 你看我讲了石榴好处这么多 那控堂人群可以吃石榴吗 如果说你控堂比较平稳的话 那么就建议可以少吃一些 比如说半个石榴 那么升堂量在2.4左右 但如果说你控堂效果不好 一日三餐没研究明白 那么你千万就不要吃这种高糖 高碳水的食物 那我们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呢 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来定 All right All right